对于广大花粉来说 虽然华为在过去的2021年推出了许多款机型 例如P50系列和全新的折叠屏P50 Pocket等 但这些机型都存在一些短板 要么用的是高通的骁龙芯片 要么不支持5G网络 这直接导致了华为手机失去了昔日的领先地位 然而接下来要推出的新机 也可能同样是4G机型 好在于晨东曾公开表态称 华为手机将在2023年王者归来 到时候有望重回5G市场 那么就目前来看 华为下一款机型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 华为Mate50系列的曝光 按照华为的习惯 P50系列发布之后就该轮到Mate50新机了 像上一代的Mate40系列 登场时间只比P40晚了几个月 华为Mate50的正面采用一块居中挖孔的微曲面屏设计 由于曲率并不像瀑布屏那么大 所以视觉上似乎也不会有太强的割裂感 倘若最终这块屏幕是出自京东方的类钻石排列 并且支持120赫兹LTPO 2.0自适应高刷新率 那么它的素质应该不会差 从渲染图来看 华为Mate50的背部采用缓闪的摄像头排列方式 整个相机的模块非常大 平放状态下凸起严重 大概率是配备大光圈的镜头相机 相机一直是华为手机的强项 据悉华为Mate50的主摄是索尼IMX800 这颗镜头的像素高达5000万像素 并且服役超广角和长焦微距镜头 凭借其强劲的内核驱动 还有出色的算法调教 它的影像能力有望迎来新一轮的提升 在华为的机身上 标志位于靠下居中的位置 整体的识别度也十分高 按照惯例支持IP68级别防尘防水 立体双扬声器都会一应俱全的 至于芯片 据知名数码博主爆料称 华为Mate50将采用两种芯片方案 一种是所剩不多的麒麟9000处理器 另一种则是高通最新的骁龙8 也就是说 华为Mate50有两种不同的芯片版本 而目前用于测试的工程机 搭载的就是海思自研的麒麟9000 花粉们都知道 麒麟9000是华为海思的首款5纳米芯片 虽然发布会至今已经有两年时间了 但论工艺先进程度也比不上4纳米的骁龙8 但就实际性能和体验而言 麒麟9000的表现依旧非常出色 用在华为Mate50上再合适不过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麒麟9000的备货肯定不多 因为之前华为发布了多款麒麟9000机型 就算有所剩余也只是一小部分 因此 华为Mate50还有备用芯片方案 那就是高通骁龙8 这款处理器的性能不用多说 作为当前安卓手机阵营里最强的芯片之一 不会让花粉们失望 其次 华为Mate50将首发鸿蒙OS3.0系统 彻底抛弃了谷歌安卓 去年9月份 华为举办了开发者大会 在会上 于晨东宣布了鸿蒙OS3.0版本的到来 而不出意外的话 华为Mate50就是鸿蒙OS3.0系统的首发机型 将让花粉们体验到全新的鸿蒙系统 与鸿蒙OS2.0相比 鸿蒙OS3.0变得更加完善 无论是界面布局还是系统流畅度 都有明显的提升 此前 华为方面已经公开宣布 鸿蒙OS的用户突破了1.5亿大关 如今估计已经有2亿多了 这位鸿蒙OS3.0版本的普及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华为Mate50就是开端 最后关于华为Mate50系列 是否拥有5G版本 这也是很关键的 据爆料 在华为Mate50工程机中 是配备了5G 同时也有两种型号 一种是4G版的 另一种是5G版本 5G其可能是使用了库存的 麒麟9000芯片测试 至于发布 还能不能有5G射频芯片 这还不好说 之前就有传闻说 华为可能在研发 国产5G射频芯片 不过在今年里 可能还不会这么快出现 华为Mate50 只是一款4G机型 居使5G网络不太可能 来吧 大家在研发